你是一个懂得与人合作的人吗 欢迎收看维他命师 施以诺的心灵维他命 我记得我以前念国中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很不会念书 或是讲得精准一点 很不会考笔试 那所以成绩不是太好 但是感谢主给我恩典 让我到后来念完大学以后 还有继续有机会念硕士 然后一路念到博士 那当然每次要毕业的时候 都要穿学位服拍照 那这几次的拍照过程 都让我事后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形式 我记得我大学毕业要拍学士照说 哇 那个学位服穿起来蛮容易的 大概就套进去拉链一拉 顶巾简单的衣服 帽子一戴就可以去拍照 很容易有自己一个人穿脱 学士袍非常的方便 结果到后来我念完硕士学位的时候 开始要穿硕士袍拍照的时候 A就觉得硕士袍穿起来比较繁琐一点点 那个胸前面那块领巾 感觉上穿起来比较麻烦 在穿的时候也比较不太方便 甚至有偶尔还需要旁边的同学帮忙你 协助一下把那个披肩稍微把它给弄得正一点点 才能够去拍照 才能够参加毕业典礼 那到后来念完博士要拍照的时候 哇 穿博士袍 当时感受又觉得更麻烦 那我知道博士袍其实的那个领巾就非常的厚 而且非常的长 我记得我那时候还跟旁边人开玩笑说 怎么博士袍穿起来很像一只鹦鹉一样 就后面那个尾巴那个彩色的 然后看起来非常的长 非常的厚 而且不但是彩色的 非常的大而已 它摆位还要摆正 不然看起来很难看 那一个人要穿好博士袍 其实有时候不太容易 一定需要旁边人帮忙你一下 或是两个正在穿博士袍的人 互相帮忙一下 看那个披肩后面的那个背后 有没有弄得好 才不会拍得太难看 真的 你越往上 你要穿得好那个学位服 需要旁人的帮忙 你越需要彼此帮忙 那个学位服才搬得好 其实这仿佛告诉了我们 真的有时候你学问越往上做 真的你越要懂得跟旁边的人 彼此合作 学问才能够做得好 其实有时候 可能不只是穿学位服是这样子 我觉得做任何一个行业 或在任何一个领域 大概都是这样子 你到越往上了以后 你可能越需要跟旁边的人 有能够沟通协调的能力 越需要有彼此帮助 彼此互助的一个能力 我们的格局才做得大 我们的事情才做得好 很多的一些管理学学的都告诉我们 其实到后来 你越往上你的一个管理 你的一个协调的能力要更好 那这些能力 可能不会比你的专业能力 要来得不重要 所以其实越往上的时候 我们又要懂得 能够有跟别人协调 跟别人互助的一种胸襟 这样的我们的人生 才能够走得更宽 而且走得更远 善于互助 善于沟通 善于彼此的帮助 是一种很珍贵的人格特质 很多时候有人急于出头 变成是一个有点好斗的人 或是急于要凸显自己的人 这样的人当然有时候 在一开始的时候 可以得到蛮大的一个帮助 可以让我们提高 我们自己的一个曝光率 但长远向来 如果你希望能够往更高出行 达到更高的一个水平的话 我们一定要是一个懂得互助 彼此帮忙的人 我们的人生 才能够走得更高更远 施以诺的心灵维他命 天天都给力